秘诀,958生活新秘诀 凯莉,我们的朋友和朋友好多问题哦 好啊好啊 请你以你十年的资历告诉大家 我尽力吧,我尽力啊 因为其实你自己也出书啊 对 教我们怎么吃 我的那个生酮东方味Kido Ease 对,里面也是有分享了很多 我自己本身的在新加坡成长的故事 还有很多食谱都是新加坡道地的 叫米香 对,有米香,还有炒粿条 你不是说低碳吗 怎么可以吃米香,炒粿条 对啦,都可以品尝到那种味道 因为我用的都是蒟蒻面 低碳的蒟蒻面 所以我们说Kido就是生酮饮食 它不是说你吃什么东西 它不是一种食品种类 事实上它是一种饮食方式 对 就我们每一天三餐吃的时候 好好的想一想 计划一下你要怎么吃 对 那我们想的时候不是以吃面或吃饭为主 而是想说你今天这一餐要吃什么肉 对 配什么菜 对 加什么油 对 所以它就是一种方式啦 对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必须按基酸 那就是从蛋白质里面来 那就是肉类啊 海鲜对吗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 也是重要的就是必须 脂肪酸 那就是从好油里面来 也可能从那个肉类啊 或者鱼啊 海鲜这一些 猪油啊 对 猪皮啊 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脂肪酸 等一下 所以你说这个生酮饮食是可以吃猪油的 肯定啊 可以吃猪油 不过我们要避免菜油 反而是要避免菜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菜油的那个Omega 6很高啊 奥米加6 对 Omega 6的话呢 当然我们身体需要一些Omega 6 可是因为现在现代饮食啊 什么精致的那个食物啊 都是很高的那个Omega 6 变成呢 那个比率已经太高了 那身体会很容易的发炎 OK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们要吃好的油呢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什么 橄榄油 可以吗 可以啊 橄榄油是好的 然后牛油是好的 猪油 鸭油 动物油都是好的油 还有椰子油 哦 椰子油 对 近几年这个椰子油好像很流行 都很好 好 那么朋友就问了 我们每餐吃这个肉了 还吃油了 会不会造成另外两个两高 就是高血压 高胆固醇 而且你说 多吃油 虽然是好油啦 但是它会阻塞我们的血管吗 这个我们一直很担心的 我很明白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 我们都是 这么长久以来 都是被 就是被教育到 胆固醇就是坏了 其实呢 胆固醇 是我们的朋友 胆固醇是好的 我们身体需要胆固醇 但是胆固醇的质量 quality 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要看你的饮食 对 像我们去做身体检查 我们都有什么 总胆固醇嘛 里面有那个HDL LDL 一个是好 一个是坏 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搞混到 哪个是好 哪个是坏 对 如果重复你一样 跟你一样的说法 就是那个有HDL 有LDL 对吗 HDL就是好的 LDL就是坏的 其实LDL里面 也有好跟坏的 那你的LDL里面 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这就是问题之一了 好 所以我们是可以 这样子吃的 可以 因为那 就 我自己 自己的本身的经验了 我以前的 HDL 好的 跟 就是很低 我吃高碳的时候 那我的那个 Trigusolite 三干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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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也是不好的 对 那个不好的 以前的很高 那 当然我 改变了饮食之后 从来没有吃药 我的HDL很高 变高了 那个Trigusolite就 降低了 降得好低 好低 OK 那我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很热门的问题 我已经吃了 那个低碳 这么生酮 这么久了 十年了 我的那个 那个血管 会不会已经被 阻塞了吗 你有没有心脏病 我当然没有心脏病 我就去做了检验 那我的血管呢 那个 CAC Cat Scan 是零 真的 对 哇 所以 其实 血管阻塞 不是 不是油的关系 是碳的问题 好 那 那会不会脂肪肝呢 哈哈哈 脂肪肝也是碳的问题 哦 不是肉的问题 不是油的问题 就刚刚我 我说过 吃了那个 那个高碳 血糖 不是叫标高吗 对 那个 血糖呢 一定要去 被 就是储存起来 有一些血糖 就会进入 那个 那个 脂肪 对 那个肝里面 然后就变成 转成脂肪 给累积出来 尤其 尤其是 如果你吃很多水果的话 因为水果是 Fructose 果糖 是 果糖是 一定要经过 那个 Liver 来 消化的 对 好 那我 最重要是 很多朋友在听到 今天凯莉的分享之后呢 一直都在问易兴呢 就是 我是素食的话 我怎么办 我不可以吃肉啊 就 不是不可以啊 就是你 你选择不吃肉 那如果不吃肉的话 我要怎么样来执行 这个生酮饮食呢 因为 那个素食者 当然 很多都是吃高碳 因为 你一定要 你不能吃肉 你一定要吃其他的食物 来填饱肚子 对吗 那我们 我的建议就是 你要考虑到 素食也是可以的 因为有很多 素食的朋友 都是在做生酮 最主要 你要考虑得到 就是 要吃足的 那个蛋白质 蛋白质就是因为 你身体需要的氨基酸 因为人体 是不能够自己合成 其中八种氨基酸的 一定要通过食物来摄取 对 一定要用吃的 跟那个脂肪酸 是一样的道理 一定要吃的 那比方说 如果我真是一个素食者的话 我想吃 我想就是 吃到那些蛋白质啦 还有那个氨基酸 我应该在我的饮食里头 不要忘记加入什么呢 有些素食者 没这么 就是没有 不是很严格的话 鸡蛋可以吃 鸡蛋是最好的 蛋白质 最好的 那豆腐本身 也是肯定会有一些蛋白质 可是豆腐呢 就是 会有一些碳量 那就要注意一点 如果是真正生酮饮食的话 我们是不吃豆类 但是如果你是素食者 你可以 考虑吃一点豆类 那是因为 那个 蛋白质的关系 因为你没有办法 从肉类补充这个蛋白质 你就要从植物的 豆类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 生酮饮食的朋友 其实不鼓励你吃豆 但是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 那你一定要吃豆了 因为你再不吃豆 你就没有那个营养了 对 就要去 就去阅读一下 自己做一些 一些research 看一下那个 蛋白质 是 在什么食物里面 那同时 其实我在Facebook 也有两个组 一个是华文 一个英文 就是圣酮东方威 还有Nakido East West 我们里面有大概 130千 的那个members 里面我们都是在讨论 怎么吃 怎么蒜 然后要吃什么的 都可以问问题 我们都会很 很热意的帮忙你 所以是在Facebook的group里面 对 Facebook群组 对对 待会我会分享那个link 在Facebook里面 所以我们在Facebook的 这个live的视频底下 在留言方面呢 Kelly就会给大家留下 那个Facebook group 大家就可以加入 那个群组 就可以看其他的朋友 平常怎么吃 参考他们 还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对 因为我们也有朋友说 他吃了一年哦 结果他瘦了 对 瘦了 而且甚至于糖尿病 也可以把药物减低 或者甚至于都没吃药了 那么 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请问 如果他是一位 45公斤的女性的话 在低碳的情况底下 他大概要吃 一餐要吃多少的蛋白质呢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 Rothbom还是算法之类的 嗯 那 我就拿我自己来做比喻吧 我大概 我的体重 理想体重 现在是大概47 48 嗯 我每天吃的话 在一餐里面 我会以 我的手掌心 嗯 大概有手掌心这么大的 的那个分量的蛋白质 嗯 那就是一餐所需的 嗯 然后如果一天你大概吃两个掌心 那就是大概一个 一个分量可以吃了 嗯 嗯 那如果是要 呃 就要比较了解 细节的话呢 当然我在Facebook里面的 那个group可以很 比较清楚的 啊 详细的解释一下怎么算 好的 今天再次感谢 凯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没有在空中重播 但是因为我们有Facebook Live 所以这个视频会继续的挂在 我们958的网页上面 欢迎你去重看重听 然后呢 再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 什么是生酮饮食 谢谢凯莉 谢谢 想要无忧生活 好的 我们现在呢 空中的节目 必须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 在 呃 节目当中 在Facebook上 跟大家解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吗 如果我们执行生酮饮食的话 需要吗 看情况 看情况 就是说补充维生素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吃的都是 都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里面已经有很多 那个维生素了 除非是你的血液 就是体检啊 嗯 体检 你是说 你们是说 那个Examination 嗯 身体检查 身体检查 有指示说 比如 啊 维他命D 低的话呢 那 那 那维他命D 低呢 就是说 你晒得太阳不够啊 哦 啊 那你 如果要自然的 有维他命D 最好就是 出去晒晒太阳啊 那也可以补充 啊 那个 supplement 好 那么有朋友就问 如果我们长期执行 生酮饮食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 那个 身体的激素吗 就是那种 荷尔蒙的分泌吗 荷尔蒙的分泌 它会很 呃 就是给予有时间的话 就是呃 持久性的 你就 那个身体会 会呃 自己的平衡 嗯 那个荷尔蒙 促进新疼 新疼代谢 哦 OK 嗯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的 身体会平衡的 嗯 身体会自我平衡起来 自我的修复 嗯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 胃痛的朋友 可以自身同名师吗 当然可以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 是以前很严重的胃病 嗯 那在我 吃低碳了之后呢 嗯 那个胃病 其实 很奇怪的 没有发作了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你生酮了之后呢 通常在现在 如果去外面很难吃 对吗 所以都要自己准备 所以如果自己准备 你可能就会天天都会吃 定时都会吃 嗯 也不一定 其实 其实那个胃病啊 也就是 我不需要讲的太多的 那个科学道理 因为它会很离题 嗯 对 我就会先 先拿我自己做一个比喻 是 就因为我吃的食物 我发觉说 我以前吃的食物 都是太高的糖分啊 嗯 那后来 因为我转换了吃 生酮饮食 吃有营养的食物 嗯 那情况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的 其实我的健康就渐渐的 嗯 已经 所以不要讲到那个 因为有很 我可以讲很长 对 所以你现在回到新加坡 因为平常都是在美国嘛 然后你现在回到新加坡的话 你去外面吃 你会怎么点呢 我真的好奇 一样啊 烧鸭 烧鸡啊 嗯 还有那个 嗯 那个白斩鸡啊 嗯 都可以吃啊 嗯 嗯 还有叫一个菜啊 有菜啊 但是就不吃饭啊 不吃饭啊 就说跟他鸡饭 Uncle鸡饭不要鸡 鸡饭不要饭 哈哈哈哈 鸡饭不要饭 嗯 对 Uncle一盘 那个 哦 你就说切 就双拼就好了 但是就不要饭 对 Uncle我只要 那个 那个 鸡肉一盘 多少钱 哦 所以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要鸡腿 还有多一点胸肉 这样子 哦 就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 对 然后还有一道菜 嗯 好的 所以 多一点cucumber 啊 黄瓜 嗯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今天从Keyli身上 学到了很多 那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 然后呢 她也会在这个 Facebook的comment下面呢 给大家分享这个链接啊 谢谢Keyli 谢谢 我不是要跟你说离婚的事